就断层低 自从长相思第二季官宣订当后 各种联名就扎堆涌来且在持续增加 几乎吸走了同期其他剧的广告 所有合作项目都是顶满状态 而这部剧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市场吸引力 无非就是资本方看中了杨子的流量和实力 从21年开始到今年24年 杨子主演的6部剧一共合作了186个品牌 其中要99爱的合作品牌更是高达56个 平均每部剧的合作品牌达到31个 远超于23年招商前20的电视剧平均值 杨子强大的商业价值从来不是说说而已 当初姊妹离开欢瑞的当天 就给了前公司重重的致命一击 仅仅官宣短短半天欢瑞股票就暴跌4% 收盘的时候每股只剩下2块6 相当于欢瑞白白损失了6000多万 那时候的杨子还没有现在爆火 影响力就如此恐怖 这件事要是放到现在恐怕欢瑞会直接倒闭 如今的杨子已经彻底摆脱资本方的控制 长相思为波纤火让资本方上赶着求合作 就连剧中一女带四男的设定 都开始在内娱掀起一波狂潮 杨子凭借一己之力 硬是将四位岌岌无名的男主全部抬上桌 不说原先虽然拍过几部剧 但是水花不大的张婉一谈见词 就连刚刚出道的王红艺都能坐上当红小生的位置 甚至就连长相思的主题曲 一发布就在演唱会万人合唱的地 连张杰这种实力歌手都佩服杨子的实力 新歌一出来在演唱会上面首唱 就所有人大合唱 而杨子一年内喜提12的代言也是轻轻松松 其中长相思一播出的四个月后 姊妹拿到的代言就有9个 杨子的杂志也是刷封13看20封 代言一个接一个 其中华轮天奴高奢代言和五大杂志都在同一天 上午华轮天奴高奢代言官宣 一万多的包包直接卖到 四万多的衣服说买就买 下午五大杂志开售 50分钟10万家24小时18万家 直接创下五大刊女明星第一的季位 而这都是杨子恐怖商业价值的体现 只能说张小龙当年说的全都是真的 有几个人能和杨子比 从来都不是对她的一句恭维 而是姊妹的实力早就成为断层第一的存在